回忆高端疫苗首日开打情况 但第二次施打包到率掉到八成 台北市长夫人陈佩琪 脸书上谈高端疫苗打不完 直说不意外 议员赞同这说法 因为陈佩琪说高端开打一周 就能预料到这结果 如今买五百万剂 可能有近两百万都用不到 它是最贵的疫苗 浪费明知明高数十亿 政府是不是可以事前请专家 调查评估合理的需求量 不要浪费钱买用不到的东西 这几十亿拿来纾困底层民众 不是更好吗 买不到国际的疫苗的时候 当然还是有一些疫苗可以因应 有国产疫苗可以因应 所以很难去预估大概有多少 我想他自己的先生 柯文哲在当市长他非常清楚 不然为什么柯文哲要要求要先买第三季疫苗 绿营反击购买疫苗前一定都有专家评估 只是目前高端也还没取得WHO的认证 但WHO也宣布高端将在非洲马力亚洲的菲律宾跟南美哥伦比亚 进行跨三州三国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尽管获得WHO团体试验疫苗 对高端而言更想得到的是国际官方的认证 TVBS新闻杨清波立平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